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去年底展开台九县三名段道路拓宽的工程 两侧约有400多棵的芒果路树也即将移植到它处 而为了提升路树移植的存活率 施工厂商先行完成了路树健康的检测之外 三月初也将结合临市所提供专业的协助 最快在三月底就进行路树修剪断根的作业 届时芒果花大道的美景也将会成为绝响 三月迎春花开台九县三名段两侧的芒果路树 青绿翠黄或红色小花芽也开始绽放 年年两公里长的芒果花海大道也即将坟墨登场之际 却因为道路拓宽工程今年可能成为绝响 去年年底公路总局苏花改工程处展开台九县三名道三宣路段 拓宽工程作业 施工单位配合工程作业师座 在芒果路树下设置施工胶管设施 另外也先行完成路树树式健康检测 一例后续移植作业的进行 目前我们是请专业的厂商来帮我们做一个树木健康度的评估 区内总共有60株左右是落在一级二级 就是比较弱化的状态 我们预计这60株会做一个移植 在其他的部分我们会有400多株的芒果树 准备做一个移植 移植到真公所这边提供的一个市里的地点 施工路段包括张树以及大多是芒果树的路树数量 总共有600多颗 移植作业工程浩大 而为了提升路树移植的存活率 施工厂商3月初也将结合临事所提供专业协助 目前我们就是要配合道路未来做一个断面的变更 然后会进行路树的移植 那预计在今年3月6号我们会请临事所来教导我们 我们做路树的修剪 断根跟后续的移植作业 那目前就是预计3月份开始进行全区的一个修剪跟断根 那在11月份左右我们会进行一个移植的作业 配合道路拓宽工程作业的进行 施工厂商预计从3月6号开始到3月底 完成芒果露树修剪断根作业 若没有问题也将会在今年的11月到隔年3月 全面进行露树移植的工作 而这也意味着今年3月台九县三明段芒果花海大道景观 也将暂时登出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